这些人 这会儿胡子 就是想赌到天黑 他们想趁天黑之后 再留错 到时候 咱们这些人 恐怕挡都挡不住 那你有啥法子 你看啊 这些人 是一大帮胡子 围在一起 他们第一 没有头领 第二 他们心不起 咱们把他们 困在一个圈子里头 这么围着打 是逼着他们 要跟咱们拼命 这么打搞不清 那怎么办 除非 除非啥 除非我跟他们谈谈 你疯了 回来 对面的弟兄们 别开枪 我跟你们头领谈谈 我出来了 我出来了 我要跟你们头领谈一谈 去 把他给我带过来 准备枪动 放下 不停 放下 别开枪 不停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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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大 你他娘干吗来了 还他娘一个人来 胆子不小啊 我是来帮你们的 帮我们 就是你这个兔崽子 往死里追老子 你现在说帮 行 老子要看看 怎么个帮法 我是不忍心的 不忍心看着你手底的 这帮兄弟白白流血牺牲 毕竟都是一个个 活生生的汉子嘛 所以 我才来给你使条活路 你真把我当傻子呀 我看你他娘就是送死来了 我现在就杀了你 两军交战 不再来手 乡亲们 弟兄们 我们解放军的队伍 已经把杏树港村 统统包围了 不能再打下去了 再打下去 只会让全村人都遭殃 我知道 这伙胡子当中 有你们的亲戚 有你们的男人 有你们的儿子 劝劝他 放下手里的武器 不要再抵抗下去 再这么抵抗下去 没有一点好果子吃 少他也在这儿饶了军心 再烫娘虎咧咧 老子一生屁了你 谁是青羊屯的陈老三 谁是本村的留恋长 还有你们当中 有没有一个叫许老虎的 你们姓甚名谁 家住那里 家里有机口人 你们的牢底 我们都清楚 还打吗 整个杏树港村 已经被我们通通包围了 围得水泄不通 要不是顾及到 伤到无辜百姓 我们村外十几门大炮 早就轰了你们了 打下这个村子 这是早晚的问题 但是 我们不想双方都有血太多 更不想伤及到 无辜的百姓 所以才派我来 给你们制一条活路 是战是降 是活是死 你们自己选择 老子救他娘不降 爱砸砸地 不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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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兄弟们 你们都好好看看 这杏树港村 被他陈老三 糟蹋成什么样了 他陈老三会心疼吗 他不会 这是你们的村子 但是他今天 非要在这儿跟我打 你们能同意吗 我不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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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让他滚 滚到西洋屯大去 各位长官 看在全村 好几百口子人的份上 别打了 和解吧 去你的 忘了老子是谁了吧 都他娘想死是吧 有有有 看看 兄弟们 这都欺负他 本村人投上来了 村子里有点血性的爷们们 你们能同意吗 我不同意 不同意 都是你这个兔崽子 蛊惑人心 我他娘现在就杀了你 杀我不要紧 杀我没问题啊 但是你敢杀这个村子里的 任何一个老百姓 我第一个不同意 你敢吗 你敢吗 姓淳子 我看你见好就收吧 不然 可别怪我共诵意 你跟谁说话呢 你特别疯了吧 我特别跟你说话呢 你看着啊 再看我一个试试 弟兄们 快都降了吧 我们共产党的队伍 对待先投降的 那是一概不计后仗 但是最后一个投降的 那可就惨了 那要彻查你们全家 你们都要完了 就是你这个图才子 固惑人心 老子就杀了你 你干啥 来 动我一下试试 敢动啊 就你叫的最厉害 跟你好好商量不行是吧 给脸不要脸 非得比我来硬啊 弟兄们 把枪都放了吧 我刚才说的都是大实话 不要让爹哭娘哭 老婆孩子哭了 有着好日子 为啥不好好回家过呢 把枪放下 回家过好日子去 好 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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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打 放下 别打 放下 别打 放下 别打 行了 你小子 就凭一张嘴 就把他们给我说详了 我这两上子跟谁学的呀 还不得跟你学的 再说了 多亏咱侦察俩那帮兄弟 给的情报给的准 让咱知道他老底 要不然我也不敢进村呢 我跟你说 虽然这次侥幸 你把他们说服了 但是不能保证每次都这么侥幸 真的太危险了 你今天没事 有很大的运气成本在里面 但是不能保证 咱每次运气都这么好啊 有有有有 你是怕我用嘴巴 把他们说服了 你心里不服气是吧 你看 行行行 赶紧吃吧啊 老夫说的没错 人家也是为了你好 是你啊 现在这七七八八的小股力量 都解决得差不多了 就剩下孙开山和张宝棠 这两股大的了 黑大 明儿个带一个班的战士 跟我去一趟李老财领 得嘞 去那干嘛 孙开山这个王八蛋 躲在李老财领不出来 咱呀进山摸摸情况 看看地形 最好 能把这个老狐狸的藏身之地 给他挖出来 这景震龙说话还算数啊 看来这些装备呀 都是新的 有了这批装备 我们就不怕跟共产党 怼着干了 大贵 就算咱们有了这些江河炮 也不能轻易地就和共产党干 为什么 你想想 这帮国军为啥看得上咱们 还不是因为咱们有队伍 这帮共产党也不是吃干饭的 这万一干起来 把咱们的队伍打残了 那咱们可就没有资本 跟他们谈价格要东西了 宝堂啊 不愧你是跑舵出身哪 这小算盘 打得跟你当初做生意 是一样的精哪 对了 我妹子咋还没接回来 这都去了多少日子了 听说山下小林河涨水了 可能是在那块耽误了 放心吧 不会出啥事的 在这一边 谁敢动您妹妹呀 小姐 这哈尔滨好玩吗 好玩 遍地都是楼房 那火轮啊 还能在街道上跑 满街都是老毛子 花花绿绿的东西可多了 就是总打仗 国民党 共产党 一会儿你打过来 一会儿我打过去的 待也待不消停 要不我才不回来呢 你要是再不回来 大跪可就要发火了 你个小姑娘家 自己在外面 她肯定不放心 我又不是小孩子了 有什么可担心的 还有 她非逼我嫁给那个什么 顺手艺 我才不要嫁给她 兄弟们 给我上 别动 谁总就打死谁 你们干啥的 想干吗 干吗 要人 把车上那娘们给我留下来 吃了雄心豹子胆 知道她谁吗 知道 孙徒子的妹妹 老子要的就是她 这山可真大了呀 怪不得她孙开山 选择在这里藏身 咱们的部队开进来 要找到她 至少也得花上一个月呀 一个月恐怕不行吧 我看两个月也找不着她 再说了 真找到她老窝 这两个月的时间 她人早跑了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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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姐 快走 别别别 怎么回事 去看看 好 追 弟兄们 有装活的 快追 咱回事 孙开山 发现咱们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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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长 怎么打还是不打 打 姑娘 站住 站住 快 快点 也没人抓住了 从哪儿放出来警察人 哪儿杀人呢 手里的家伙不得力 咱们撤吧 撤 快 站住 你先等着 姑娘 你没事吧 没事 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们了 不用 她们是什么人哪 怎么要追你啊 应该是胡子 这山里面胡子很多 你怎么一个人跑到 身上老林里面来了 哦 我们家是 东山脚下村子里的 从这里翻山过去比较近 哎 你们呢 挖深的 啊 啊 对 这山上闹胡子 已经很多年没身帮敢上来了 你们就不怕吗 啊 这富贵险中求嘛 这个身上老林哪 很少有人过来 在这边 能挖到大棒去 你们的枪可够好的啊 一般的身帮 我可没见过这么好的枪 啊 现在整个关东都在打仗 弄几支枪很容易的 哎 别动 东山打死你啊 把枪放下 他 他是我们家护院 哎 黑蛋 把枪放下 他们是一起的 走吧 小姐 你没事吧 没事 是他们救了我 谢谢医生的救 不用 小姐 时间不早了 咱们赶紧回去吧 我们先回去了 今天真是太谢谢你了 恩人可否留个名号 以后逢年过节的 我也知道该给谁烧香磕头 姑娘 你言重了 我想但凡是个爷们 遇到这种事 都不会袖手旁观的 既然恩人不想留名号的话 我也不强求 哦 对了恩人 我这有个金六子 身上带的东西不多 就这么一个 全当小妹谢谢您的救命真了 这就更不用了 行了 姑娘 你们还是赶紧赶路吧 我们也要赶紧钻林子了 咱们就此别过 来 再见 正愧的 我们哥儿几个真没少出力啊 眼看就抓着那娘们儿了 不 不知道从哪儿跑出来一帮人 说说 你们碰见什么人了 好像是 近林子挖身的 但是他们装备真硬啊 一甩的美式冲锋枪啊 美式冲锋枪 挖身的手里有这样的家伙 一定是解放军的人 卫装称霸身的 来咱们这儿侦查的 那 掌柜他 他妹妹咱还抓吗 咱们要抓他妹妹 也是为了嫁祸给解放军 现在既然解放军盯上了孙徒子 咱们就甭费那事了 咱们就安安静静地等着 看孙徒子怎么跟共产党斗 九儿 你回来了 没事吧 我一回来就听说了 我妹她为啥不吃饭 大贵 我们都劝过了 我妹为啥不吃饭 为啥不吃饭 为啥不吃饭 滚 为啥不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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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 行了 别打了 出去吧 别打 来来来来 我吃就是了 念个佛都不让人消停 来 让你受惊了 哪个王八蛋 吃了熊心豹子 敢动我孙开山的妹子 我整死她 要说也怪不得别人 就怪你 怪我 你是不是吓傻了 又不是你哥我找人绑了你 你咋怪我这嘎的呢 要不是你这么多年 干了这么多杀人放火的勾当 会有人把这事怪到我头上吗 咱就别干胡子了不行吗 你咋又提到这事上来了呢 我十岁那年你起局立柳子 把我接上山 这一晃都十年了 你干了杀人放火的勾当十年了 我也替你吃山念佛了十年 我不为别的 我只是为了替你赎罪 你说当年咱们上山那是没办法 家里穷吃不上饭 现在这些年晶晶已经攒下来不少了 不如咱就散了柳子 下山过正常的日子吧 这打打杀杀的日子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上山容易下山难哪 我们现在之所以进行不下去 主要是因为 对孙开山这伙人的情报不够了解 打仗如果情报工作做得不到位 那就等于跟瞎子摸象没少的区别 除非 除非什么 怎么了 笑啥呢 你看 陈老管子是孙开山之前的首相 这不奇怪 附近的柳子哪个没跟过孙开山啊 我觉得 咱们可以通过陈老管子这条线 去找孙开山哪 晚了 你哥我受了党国的招安 官也当了 钱财和东西也拿了 你让我现在撤 来不及了 你接受了国民党的招安 他们招安你干吗 能干什么呀 让我跟共产党对着干呢 哥你疯了 他们国民党自己的部队 又有飞机又有大炮的 都打不过共产党 咱们这伙人能行吗 再说了 我在哈尔滨的时候见过他们 他们没有外面传得那么可怕 而且啊 对老百姓挺好的 老百姓都服他们 你可千万不能跟共产党对着干呀 哥 哥 妈呀 这不久吗 这 啥时候回来的呀 刚回来 你们来得正好啊 给你们介绍介绍 这是我妹子 九 这位是党国派来的中校团长 景震龙 大家认识认识 孙大厂贵的 你还有这么漂亮一妹妹呢 你好你好 我饿了 要吃饭了 你们出去说吧 你看你看你看 这孩子 我妹子啊 从小娇生惯养 你们找我给管坏 亲上请老弟见笑了啊 没事没事啊 那咱们出去说 来 走走走 怎么找去审问他 他能那么轻易地说出来吗 这个我还没想好呢 但是直觉告诉我 这条线一定有文章 坏了 我想起了 团政治部 今天决定公开枪决陈老滚子 这会儿可能已经去罚场了 什么 这么快 赶紧去把人多找回来 是 陈老滚子 郭连长和许老虎他们 都被干掉了 剩下的十几股柳子里面 最有实力的 也就剩你们了 你们猜 解放军接下来 会对谁下手呢 这陈老滚子 那他们家一起也有小三百人吗 咋就这么容易就撂挑子了 这共产党啊 也太邪乎了吧 人多顶个屁股 这陈老滚子之前 在咱们柳子里就是个白鱼柱 他能有多的能耐啊 白鱼柱 白鱼柱是什么意思 专门养马的 好好好 后来啊自己起了个领子 抄了些歪瓜裂子 就以为能跟我平起平坐 这共产党打起这些边角料 也不能代表他就能吃掉我孙开山 好了啊 跟手底的兄弟们说 最近没事别探娘的下山 都够我在柳子里好好待着 让九大帝帮助练练典兵 把咱们练得兵强马壮的 随时跟共产党干 大贵 我听说九回来的路上 有一伙人想绑他 知道是谁吗 娘子 敢绑九 我倒要看看 谁有这么大的胆子 在这个地界上 除了胡子就是国军和共军 胡子是不敢 国军是不会 那你说 会是谁呢 王八蛋 共产党敢动我妹子 蒋老弟 负责打我们这伙儿的共产党 领头的是谁 听说是一个叫五十三的解放军团长 五十三 最坏的 起飞 等一等 等一等 等一下 怎么回事 组织上最新决定 暂时不对陈老滚的执行死刑 把他先押回去 什么事啊 这是什么呀 可是公审大会都已经开完了 死刑也已经宣布了 服从上级的命令 把人押回去 是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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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我 把老子给放了 要么就杀了我 要么就放了我 他娘的 你这么老子是吧 对啊 对啊 你说得没错 听说过杀人诛心吗 明知道你这两天就要死了 要的就是这则 让你顾顾瘾 别徒子 老子可记住你了 这辈子怕没机会 下辈子让老子逮着你 我他娘整死你 你确定你下辈子还能当人吗 嗯 来 带他 这 这 这 放给老子 这又怎么一个啊 是 什么身份 不知道 我的 大哥 走 走 走 怎么着 哥儿几个有话要说啊 你懂不懂规矩 进来的人 先伺候我们哥儿几个 给我们揉奸垂背到马桶 哪有像你这样的 一进了就大大咧咧哥儿这坐着 谁啊 老子一生下来 就是别人伺候我 老子是真他娘没伺候过别人 要么 你们哥儿几个就一起伺候伺候我 要么就别在这儿储着了 乖累的 少他娘给我装傻 老子说的是给我们伺候 老子 知道老子是谁吗 去你大爷 上 是不是想死 哎 你 再动我弄 parting 再动我弄我 是不是吓死了 干什么呢 是不是过得太舒服了 没有 老总 这闹着玩呢 还闹着玩呢 对对对 告诉我们的 都够老实点 再打架 可我收拾你们 你等着我弄死你 谢了 小脸 没 没啥 我就看不惯他们 凶你一个 看不出来挺能打的 老家那边农闲的时候 家家都会练几下拳脚 我就是跟我哥 把爹学了几招 是啊 老家是哪儿的呀 河北苍州 河北人 cleared了 那边农门 你只会就有 你只是想把 你马上去了 都会说 你像 Professor 某个人 就是你的 他说是什么 我就投靠了铁廊山 海东青的柳子 在他底下当了个小崽子 可后来 海东青被共产党给打了 我带几个兄弟逃出来 靠在山里面挖身过活 结果呀 还是被解放军给撂脚了 老哥 你是怎么抓进来的 蘑菇 甩个慢 下面我教大家一些 我们关东胡子常用的黑话 这胡子的黑话呀 说起来就跟天书一样 外人要是不会 压根就听不懂 比如咱们这 面对面的坐着聊天 黑话叫盘道 比如武团长腰里跨着枪 黑话叫炮管子 炮管子 喷子 或者杆子 这两个相互不认识的胡子 如果见面 如果确定是李马人 黑话就是同行的意思 就要先互通姓名 黑话叫甩慢 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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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报我名号的意思 向武团长您姓武 就报打虎慢 打虎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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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也甩慢 你也甩慢 你也甩个慢吧 前进慢 臣 臣老滚的 师父们哪看的 九阳两个大名啊 你在这一带 都能排上后了 怎么跟我一样 进了苦谣了 见见见见 带兄弟们去想谣 结果没咋想 被解放军漏水起跳子 本来是判了大刑 今天就摘了老子的票 可不知咋的 又给老子拉了回来 说过两天在颠慌 我是看出来了 这一群王不淡 是明摆着想折磨老子 是啊 真的娘的折磨人哪 是啊 是啊 绝了 终于还是来找我聊天了 谁让你来的 这不大家 觉得你自己一个人混起来不放心 再说了 我是怎么着 这本来搞情报的工作 就归我负责 这本这皮鞋就得有个人盯着你 要不然 谁知道会出什么关子 五兄弟 跟这位兄弟认识啊 我跟这位兄弟之前在海东清柳子 跟这位兄弟一起逢过 他刚进来的时候啊 还真没炒真亮 既然是熟卖人 甩个慢呢 向冯参谋长姓哲 要是用甩慢的话 就是补丁慢 补丁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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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冯彪 对了 我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就是陈老滚子 滚子哥 咱们自己兄弟 久仰陈大贵为名 没成想 咱在这苦药里遇到了 兄弟是怎么落这苦药的 跟这几个崽子接财神 就可搬到让人给反了 就把鬼取了 老子也是 这辈子我最疼娘的 恨这帮吃里扒外的贪图 谁说不是呢 等老子将来翻出这苦药 非她娘宰了她不可 翻出去 咱们几个 没几天日子了 这共产党最贪量的恨胡子 只要抓住一个 就她娘杀一个 不得了 别瞎想了 我起夜去喽 这下不想让我来 也没办法了 你呀 还是不外向那会儿 招人喜欢 静我这么一脚合啊 现在孙开山 对共产党绑架她妹妹这件事 已经是身性不疑了 那咱们就作善棺虎道 老弟 有一件事我还得提醒你 我让你的手下 装成解放军 是去破坏共产党的名声 可不是让你 去铲除小柳子的 我铲平的 都是什么小柳子 都是不肯接受 我们招安的 我犹大中字典里 有一句话 不为我所用 必被我所杀 这些人 如果以后 去投靠了解放军 必加成为咱们的 新富大欢 老弟的如意算盘 打得够精打 不但扩充了 自己的地盘 还拉伸了 共产党和柳子的仇恨 我没看错你 南满这边的 第一把交椅 早晚是你的 这做不做 第一把交椅 我倒不在乎 我在乎的是 快速扩充我的实力 好能跟五十三对着干 给我妹妹报仇 当然 正也能更好地 为党国效力嘛 以后还得多亏 景老哥多提醒 你牵手 你要劝 别人 你牵手 你牵手 我银手 你牵手 但是 听说还打一些胡子 抢了他们的柳子 这帮人是什么人吧 不知道 反正上级命令咱们 尽快去消灭他们 知道了 进去啊 进去 进去 老高 没事吧 爸吓死了 我担心你半天 还以为 你被他们带出去开瓢子了呢 我也以为他今天要点我 可哪成想 这帮兔崽子想烫老子的口供 真把老子当阿猫阿狗了 老子是谁 陈老滚子 坐 你们聊啊 去 饿了吧 哥几个 带我一个 老高 我问你句话啊 你就 真打算待在这里 干等着被他们摘瓢子 兄弟话就说 别噎着 说实话啊 咱们几个在这儿 迟早都得被固扎党给点了 与其这样的话 还不如咱拼死 翻出去 好歹为自己拼一把 咱一没枪 二没人 说翻就翻啊 今儿个 我们两个悄悄地採了一天的盘子 我们发现 这边看管的人 到了吃饭的时候 只有两三个 其他的 都去那个屋吃饭了 真的吗 老哥 不拼的话 咱都得死在这儿 拼一次 也许还有一丝活的机会 来 活出去了 快 开饭了 你们两个先在这儿看着 我们先过去吃饭 是 怎么着 体痒了是吧 给哥几个 赔个不是 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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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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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呢 干嘛呢 别动 东西我要你的命 东 东吗 干嘛 杀了他 他还留着大不能开枪 想一想他都走不了了 你 都给老子别出声啊 尤其是你 不然老子就开枪 行了 快去走吧 走 走 目前武团长和冯才牧长 已经按照计划 带着陈老滚子 躲进了万福大车店 我们已经派人暗中监视了 好了 继续监视 千万要保证两位首长的安全 是 看来第一步计划已经完成了 这计划可行吗 我咋听着这么玄玄乎乎的呢 老柴 要不就说吧 你跟团长时间太短 那想当年 咱在扬州城 官参谋长被鬼子抓进了监狱 那鬼子监狱守卫多严 团长就带了我们几个 照样把官参谋长给救出来了 别说有三十六计 就是三百六十计 他也复复有余 所以说 这个陈老滚子 他就是再聪明 他也想不到 现在监狱里头 除了他自己 剩下的全是咱们的人 大姐 你咋来了 我得上二营开个会 老陈 我跟你一起去 给我站住 我怎么觉得你们一个个 都躲着我呀 躲着你 没有 没躲我 那你跑什么呀 人家陈副团长去二营开会 情有可原 你个警卫员兼警卫连连长 你去二营开啥会呀 你开会 我 我 我开 开 开会呀 开 开啥会呀 憋 你接着憋 大姐 你找我干啥 兄弟 瞅啥呢 过来吃点 吃饱了才有力气 跟共产党干 快点 过来 来 吃 这街面上全是挑子 我看呀 咱们先在这流水窑里压白 等天黑了再出去扯户 看不出来 那五兄弟也是个有主意的人 行 咱听他了 谅文哥哥 这出来后 你们想过 这道该怎么花 哎 既然进了解放军的苦涯 底子潮了 再想做个清白的人 就没那么容易了 干脆在这儿会留子 继续当胡子了 你呢 兄弟 我 我也没啥好去处 要不咱这样 咱们一起 到时候砸几个小摇 分几个大金疙瘩 咱回老家买逢之地去 我听说 这三金山的打野贼 正在招兵买马 要不咱俩去投奔那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让荒涂来包裹这伤口 让硝烟快填满了喉咙 已经忘了 翻阅过的七座山头 只看见 启齿高松 让炮火 点亮了 瞳孔 让青春 模糊了 雪浓与酒 最后一刀火线 最后一刀火线 是你我的终点 笑着说要当一次英雄 神赐之间 没有人能再回头 耳天回荡 耳天回荡 兄弟是眼睛握着手 你还笑着 对我说 别忘了胜利之后 多了感动 神思之间 人生几回 能做英雄 多少弟兄 只剩一面 却永久 那些承诺 可心中 那一世重来 我埋在你左右 我们要保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